Avant Development 如果我 warum 评论 言故 今天肥仔开仓 早就出 almond experiment 投票的话 肥仔 买不买 YINN 和EWH 或是 什么也不不错 不买就不买 不用不混乱 而且反过来 这次我们真的试得出我们的网友 John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投票才说 现在只有一百多人投票很少 找不找到他们的电邮啊 帮我报警 谁投不买香港和不买中国的帮我报国安 嗯 首先说说 今个礼拜你的倉康有什么特别意动 今个礼拜初有什么特别意动 我发了个连续给你 你可以显示出来 那条连续就是我们那张路纸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强烈谴责 就是上个礼拜那一集的 是 这个要记住 我立刻记住给大家看看 是 OK 先记住 这一集是受到不良引导的 那一集我们应该强烈谴责 这个Kelvin 嗯 是 那在Kelvin不良引导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小心就给了这个叫DJT出来 那最后我也粗粗的 我都买了二百多元 那就买了十股 那我也算是OK的了 其实上个星期我叫大家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川普 因为川普那一集是非常非常有问题 他30元左右就可以随时放 他现在已经是可以有权放的 那现在看回DJT上个星期买了 那现在输了十三点几个百分比 一个星期啊 阿芬就跟我输了十三点几个百分比 所以陈阿芬不在 为什么看别人的Patreon 看我们多好 你看我们网友的投资纪录多良好 那你这样放了就继续保持 你不要说我们继续放了还是好了 你看看我们星期二 星期二我们也是买DXJ买日股的 其实我今天下面再拿多了一个新的出来 第三个银码 第三个银码是什么呢 第一个银码就是当日你们投票的时候买入那个价 第二个银码是什么呢 就是你买入了之后下一个价 然后第三个银码是什么呢 就是今个星期的价格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个位置是105.64 是呀 week3你已经赚回来 week3根本上就没有损失了 已经赢了 week2那个是赢9% week1那个赢了三成多 你知道吗 赢了24% 所以网友我们的投票是很准的 至少我们的Courl Strait追回三成 就是Courl Strait是赢了三成的 对的 没有三成的 所以你想 两成半 所以网友是很信自己 强烈谴责 不要相信Kelvin 不是的 我觉得今个星期应该是DJT 是不是应该再加仓 我不敢再给DJT你们投了 每次你们投DJT 肯定全部不怀好意的多 还加下去 死给你看 但是整体这块仓客市里总是在赢钱 若 shrimp鸡 羊 也会赢钱 其实呢 touchdown 我个股还有两个方元 那两个认得好几多 放下方元叫我不要提 原因是次估计有時在辰 方圆那一隻是正東西來的 那一隻是obvious的正東西來的 很明顯的 那一隻是跟關稅有關的 不說哪一隻 你自己猜 咪後再說 那好了 現在我們不如結束投票先吧 我們看一下 都是的了 什麼都不買 好 結束 什麼都不買的59% 叫你買YINN的就25% 叫你買港股的EWH只有15% 你真是為什麼呀 這麼不太好港股嗎 這麼不太好中港股票嗎 是啊 很差 因為我知道近來港股是不是在升 是不是在升上了 是升了的 我知道為什麼 那些網友都是為你好的 現在升了這麼多才來追大風險 因為我是純粹為什麼我今天會說這兩個呢 主要是因為我特意去看Yumi和大師做節目 所以我四點鐘的時候就輸了進來 特意去看有大師有Yumi 那當然是看了 最後我就發覺大師說得對 我們不能夠看港股這麼死 其實我們要看基本質素 港股都升上來了 所以我就決定選擇兩隻美股裡面的ETF 是很適合在香港和香港有關的 一隻就是iShare的香港 其實它就是MSCI香港指數 MSCI香港指數是真是很本地的 是說本地港商的 那個的EWH 另外YIN就是跟中國A50指數三倍槓桿向上 因為我覺得既然你都遇上升了 那人家有三倍槓桿 你就不買了吧 答案是不買的 答案是你整班傢伙都不買 我只能夠說 你們已經放棄了發達的機會 不要這麼說 升了這麼多 叫你不要這麼快買 可能下個星期問就叫你買 怎麼買呢 我只能夠投訴 你們對香港沒有信心 我再重複一次 用這個李澤巨的說法 長遠到香港失敗的人 都是會輸的 沒有人會長遠看低香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見價就入 還有我們應該說是PE便宜 我們最少會回歸均值 這兩個市場的均值都這麼低 為什麼不買呢 下個星期才叫你買呢 這星期升得太多了 下個星期才呢 也可以的嘛 這個星期就會買 盤前這支YINN 都23個1號4 現在盤前 23個1號4 現在盤前 準備破頂了 是啊 很合理 大家為什麼對中國沒有信心 你們回去自己檢討一下 自己回去想清楚 那就是沒有呢 今星期什麼都不用做 今星期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用做 今星期其實就坐在那裡等 原本那些日股要贏的繼續贏 對不對 接著Cowlstrike那些 我就想想會不會在時候放了他 對不對 我們是支持大師 我們還沒這麼快季的 你們是支持大師 你們可不可以真的 支持大師為什麼不買港股 我覺得理據是合理的 就是現在港股的股值和YR 就是中國股的股值都是偏低的嘛 壞消息出來了嘛 我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更壞 那就買得了 嗯 是咯 不是咯 是咯 算了 我們還是要信網友的 我們不可以這麼說 我們不能違反網友議員 我只能夠今天出來強烈譴責大家 什麼都不做 就是沒錯 什麼都不做 好 今個星期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講這本書 講完後面的故事 有飆心有成相當精彩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有空中公司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生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置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描與Recard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rd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rd Finance立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